周二 面对监狱的17个中共病毒死亡病例 加州承介署宣布计划再释放多达3500名囚犯 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根据CDC2的统计 加州监狱有在押犯人约11万7000名 其中累计有3200多名囚犯确认感染中共肺炎 同时监狱含有560多名工作人员的病毒检测也呈阳性 事实上 自3月中旬开始 加州监狱开始提早释放囚犯以来 截至目前 监狱内已减少了8000多名囚犯 监狱官员指出 提早释放的囚犯 都是剩余刑期少于6个月的犯人 为的是腾出空间 保持监狱内的社交距离要求 当局表示 涉及家庭暴力或性犯罪等重罪犯 则不会提前释放 虽然有人认为高龄者的感染风险较高 但此次提前释放不会将年龄作为准则 事实上 提前出狱的囚犯还需先接受病毒检测 如检测呈阳性 将会被安排隔离 当局表示 该计划将于7月1日开始执行 而囚犯被释放后 在一星期内还是会受到严密监视 包括州监狱监督下的假事或县级的社区监督等等 青桃人记者郭约希 洛杉矶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词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的词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